欢迎来到Moving24H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 街舞总决赛 多位队长宣布回归 王一博呼声最高 竞技类综艺节目《这就是街舞》 已经播出很多季了 这几年街舞已经成为了一项热门运动 而且也能够以竞技的形式登上更大的舞台 这也让很多一直以来热爱街舞的朋友 能够有更大的平台展示自己 娱乐圈中也有很多街舞王者 有一些从小就练舞 所以舞蹈功底非常强 还有一些唱跳歌手 也一直对街舞情有独钟 新一季的《这就是街舞》 在《不知不觉》中也迎来了总决赛 对于这一季节目很多粉丝都表示有些遗憾 因为王一博此前连续参加了三季 但这一次因为档期问题没能够出现在节目中 王一博在还没有参加这档节目之前曾受到很多争议 有很多网友和舞者都认为他应该没有资格担任街舞的队长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小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几年选秀节目盛行 网友们对偶像出道的艺人都有一些滤镜 他在节目中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他能够胜任 也创造了很多经典的名场面 也有一些点击量和浏览量突破百万的热门视频 他参加的过程中节目带来了很多的热度 此前就一直有网传消息称 在这档节目播出的后 王一博可能会以飞行嘉宾的身份出现 如今迎来了总决赛 节目方终于正式官宣 王一博、张一星等多位昔日的队长都回归了 相关的消息直接将网友们对决赛的期待值拉满 毕竟这样的场面还是很难得的 接下来王一博将参加的活动和节目还是比较多的 除了这一次的街舞总决赛之外 王一博还将参加微博之夜 了解他的粉丝朋友应该都知道 他很少会参加一些娱乐类的综艺节目 比如这几年热度一直都很高的 你好星期六跑难 还有极限挑战等 自从开始拍摄电影之后 王一博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位演员 他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角色 而作为演员最重要的就是塑造自己多去演别人 但结果这档节目对于王一博来说意义是不同的 街舞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在他还没有进入娱乐圈之前 他就对街舞情有独钟 所以能够有机会认识更多优秀的舞者 也是他一直以来的愿望 之前参加每一季节目的时候 王一博都能够贡献很多名场面 相信这一次他一定是有备而来的 这几年因为忙着拍摄电影和电视剧 王一博的曝光度越来越低 但这样并没有影响到大众对他的喜爱和支持 粉丝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他 王一博的类型还是很特别的 所以娱乐圈中一直没能够有待餐 其实粉丝想要找新的墙头也很难 其实作为艺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专属于自己独特的标签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人印象深刻 才能能够一直以自己的风格红下去 如今节目方已经正式官宣 接下来王一博一定会出现在总决赛的现场 估计现场的应援一定会非常热闹 期待他在节目中的精彩表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